hello大家好我是杰森宇 那今天就來聊一下 202010月最像的百合動畫 突擊滴滴 阿少子滴滴吧 但在影片開始之前 Youtube觀眾還沒訂閱的 請幫他按下訂閱的鈕 並開啟小鈴鐺 也會舉最新影片的動靜 但必須在小伙伴們這次可以 關注加三連 支持一下不住 那3 2 1 始めましょう 那首先 先來講一下這部的背景設定 以及故事執行吧 背景設定是在一種明明HUGE的怪物 屬於人在史上 然後人類幾乎會明明毀滅 為了對抗HUGE 人們知道是Chump 而內群可以使用Chump的少女們 就不存在哩哩 哩哩跟HUGE的力量來源 都是魔力 所以又是找一個敵我同音設定 本座的主角是在兩年前 假裝退役戰中 必須依賴YOU 和Kawaii Death之密 最小的少女也都是Nanagi莉莉 後來再次見到YOU 立志成為莉莉 2年後 以後不合格 考上百合球 當入學就認識了 Chump製造商 格拉跟牛兒 德加小姐 Kaiate 以及身為Lily空的Fumi 也再一次 見到了YOU 但時時 YOU的性格 已經變很冷漠了 隨後 學校的實驗體HUGE 逃出 在戰鬥中 第一次跟Chump契約的Lily 就展現出 故人的觀察力 跟YOU和Kaiate 一動擊敗HUGE 實驗之後 Lily成為學校的封印人物 也讓Kaiate 推了一見鍾情 那最後就是Lily 有人讓YOU 成為守護天使的想法 守護天使契約 是鋼人集與丁顏集結成 然後鋼人集擔任守護天使 丁顏集則是擔任惠優之職 然後守護天使的職責 就是教導 與保護惠優之職 也被惠優之職 稱為ONESAMA 他雖一開始是被拒絕 但是在Kaiate的主攻下 成為讓YOU 接受契約 在訓練中 YOU一直用越賽方式 來訓練Lily 但Lily還是劍勢下來 而且實力也有飛速成長 在第四實戰中 YOU命令Lily 最後放棺戰 而在戰鬥到一半時 YOU發現取得Charm 他的HUGE身上 喘歇兩年前 痛苦的回憶 進入暴走狀態 觸發Lunatic Transa 會部分敵我的 開始攻擊 直到魔力消化殆盡 這也是YOU自己 封印邪的能力 最後 Lily成功讓YOU 恢復理智 頂而合理 G-Bot HUGE 也逐漸讓YOU 性格變得比較圓潤了 那接下來就是 Lily主演自己的軍團 然後YOU 幫Lily挑戰了禮物 軍團最後 也湊幾九人 一樓隊正式成立 最後 也暗示了 Lily的技能有可能是Karisma 就是支援與支配的技能 在最後實戰中 首先 現隱敵的是一盤隊 但即便是用九十聯合 也無法將HUGE擊敗 那緊接著 就是一樓隊的首戰 他在戰鬥中 YOU讓HUGE提供了槍門的露出 而那把槍門就是 YOU過去使用過的Dying Slave 也因為悟遊的Lily被殺 又再次發動了Lunatic Transa 於是 Lily再次讓YOU恢復理智 並把他帶來別處 其他隊員則是繼續對付HUGE 在這邊YOU自己說出 自己根本沒有資格 成為Lily的守護天使 Lunatic Transa 是一個詛咒 並不是想要孤單一人 而是只能孤單一人 但即便這樣 Lily還是不嫌棄YOU 最後 Lily也向YOU承諾 如果再次發動Lunatic Transa 最後我來阻止 不管幾次 我都會阻止 最後 一樓隊員則是聯合 解敗HUGE 也回收了Dying Slave 同時 也埋下了HUGE 為何可以使用Cham的伏笔 那最後就是 Lily撿了一個 疑似為Lily的少女 並取名為 可以都增加了給YOU 嗯 莫名其妙都是個女兒啦 在Lily的陪伴和指導下 Lily 逐間適應人群 也加入Lily有隊 跟大家一起 參與經濟搭載 但在最後 格拉克尼爾和Gayhan 將來合國提交報告 指出Lily 其實是基於HUGE 而開發的人造Lily 於是 Lily進入一個事件 又上級命令 學生會 這座帶著Lily 於是 Lily帶著Lily 逃出學校 不過在某個有查證中 確認了Lily 但生物學上是屬於人類 並鬧出證據來說服大人們 但政府 撤銷命令 另一方面 L隊的眾人 找到Lily 和YOU的位置 忽然 以及HUGE出現 而YOU 也在戰鬥中 展現了多種技能 最後 也跟HUGE 同過預境 這座算命令 已經撤出 但是因為 Lily當時已經逃出學校 所以還是在走個流程 來觸發Lily 但之前的戰鬥中 Lily的法師被弄丟了 於是 L隊中有人在一起尋找 這座是學校合理找到的 但其實 Lily的法師從一開始 這部Kaiade找到了 但我已經爛掉了 所以沒有告訴大家 Lily做了一個新的 最後 要禮貌換太子 用過眾人 但還是埋不過Lily 不過大家不但沒有這部Kaiade 反而是非常感謝Kaiade 為Lily做的事 最後 我與YOU查出了 3S LEVEL的術室 已經被人修改 可以對HUGE造成影響 並在最後 Lily跟YOU 為YOU 和Suzumi掃墓時 YOU 再次看到Suzumi的歡迎 在這邊補充一下 在第三換YOU接納Lily之後 就有緣段時間 你看到Suzumi的歡迎 之後也揭露了 Lily看Suzumi的技能 都是KARISMA 於是 YOU在之前的紙幣 我絕對你們放過他吧 同時 甚至HUGE 吸引學校 而這次HUGE貌似Suzumi 無一件優術是 影響 有恐怕化的 有這張魔力 是笑姐姐 或是只有Lily 可以增長使用 永遠在親YOU的Lily 脫離必然的隊伍 回到學校 腳踏到Onesama 依然是用嘴盾 要幻醒YOU 最後 自身一人 就贏在HUGE 而YOU 也去拿單一Slave 進去支援 這邊因為Lily的技能 綜合了HUGE的機械 全校學生 恢復能力 最後全校學生合理使用 最強的就是聯合 擊敗HUGE 那集局就是Lily跟YOU 一直去海地 見面Rutology HUGE OK 講完故事劇情了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規律 這是不動畫 沒剩集一個高潮 但非常可惜的我在看的時候就看不出有什麼主性劇情 感覺像是四個小故事拼湊在一起 而且事件發生的速度過快也沒什麼鋪成 這應該是某些蛇集煩的狗貝吧 或許這是24集會更好 有可能是這部動畫 主要是宣傳手也有用的 那至於劇情之外做的東西 幾乎都是在水準之上 甚至 這些優點可以直接蓋過劇情上的不足 2T很3D的彈道上節目 是看的蠻流暢的 而且最後一集全校九十點合 因為真的超燃的 迴力鏡頭也是特別多 優美集都有什麼東西 這部動畫簡直是退空 以及百合空的天堂 百合體在看的我好興奮啊 那音樂的話就更不用說了 Russ 最後 那角色的部分 可以看出這部動畫主要是 聚焦在Didi跟JuJu 就是CP上面 但其他角色 都有非常鮮明的性格 不會有什麼某些角色被遺忘 或者是 被當人變成原理之類的 那時候委屈一點就是 一月過去的痛苦回憶 Gujiji 就不光拿出來開刀 然後陷入自閉或者是開啟 Lorantek Transa 但是已經放在過去 然後又會被官方拿出來開刀 我覺得你們放過他吧 不用再這樣了 那如果滿分十分的話 我會給Russ 到Didi 6.5分 OK 那本期節目 就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 並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是杰森宇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